我是本次的策展人 政大华人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林振元 我是华人化言宇宙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明 大家好 我是宗教所所长李玉珍 很高兴这个华中年已经十年了 欢迎参观悠游天地朝元宇宙特展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朝元宇宙呢 这个新创的词汇主要是将现代元宇宙的概念 和传统道教的朝元概念结合起来 元宇宙是近年来最热门的关键词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其实在传统华人宗教中 很早就有相似的宗教实践方式 可以连结所谓的元宇宙 例如道教的纯思或纯想 佛教的观想还有民间信仰的观落音等等 其中道士通过非纲悠游天地 通过纯想上天成章 就可以代表传统道教仪式的元宇宙想象 朝元是道教的专业术语 意思是众神要前往玉京山 朝夜道教的至上神原始天尊 当代道士在科宜朝礼时 往往也需要通过纯思 想象自己登上玉京山 重演朝元的景象 这就很像通过现代科技 进入混合时境的元宇宙空间一样 因此本次特展主题 就据此命名为悠游天地朝元宇宙 今天我想很高兴就是能够新逢 我们华人宗教研究中心 成立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大日子里面 那华人化研究中心这一次 跟华人宗教研究中心一起携手合作 那共同举办这一次的 悠游天地朝元宇宙的一个策展 我们跟华人宗教研究中心 就这一次的这个道教的 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这个展演来讲 我们的这个实体的现场有这个实体的一个展览 但是为了让这个实体的展览 产生更多的这种沉浸感 那这一次我们华人化元宇宙研究中心 就跟华人宗教研究中心一起携手 透过这个HoloLens的这种穿戴式的设备 然后我们把这个实体的展览 或者是数位人文研究开始慢慢朝向一种更新 更新的这种形态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一个尝试 那在元宇宙的境界里面 我想将来的一个研究模式呢 就不是像以前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过去发展的这个数位人文平台 我们把很多的内容承载在这个资料库的平台上面 然后用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技术 去帮一些人文的这个研究者 去分析里面文本的一些内容 然后再进行一些视觉化的呈现 那这样的研究呢 仍然是处于这种属于比较像是 进阶的这种类似检索系统的一个探索的这个研究模式 那我想这样的研究模式呢 已经慢慢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 比较有温度的这样一个数字数位人文的研究 那我所谓有温度的这个数位人文研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把所有我们要研究的这个场景 透过一种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 类真实的这个方式的一个部件 然后让我们的公众到里面去体验 这个类真实的这样一个一个元宇宙的世界 那从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的一个角度 去感受跟体验 那就像我们这一次帮华人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 这一次的这个道教仪式的这样一个展演 那就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公众 透过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方式呢 去体验整个道教仪式的一个这个过程 那里面一些比较抽象的部分呢 我们就透过数位的方式来呈现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做一些法事的时候的这种冥想 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去触摸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道教的这个法器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虚跟实的部分 整个整合在一起 让整个的一个展演 或者是我们公众对于这种宗教仪式的这个体验呢 带上一个沉浸度更高的一个境界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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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